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则引人入胜的新闻故事 首先,前邻家女星演员霍利·瓦兰斯 在伦敦为前美国总统川普的2024竞选活动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募款活动 筹集了约300万美元 这场活动吸引了包括 奈吉尔·法拉奇和前川普时代大使 罗伯特·约翰逊在内的众多名流参加 接下来,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预计在本周的G7峰会上 签署一项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承诺美国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以支持其对抗俄罗斯的战斗 这项协议还旨在确保未来的美国政府 即使川普重新当选 也会继续持乌克兰 最后,歌手兼此曲创作阿 任约翰·格兰特在接受《独立报》专访时 谈到了他的新专辑《谎言的艺术》 并探讨了个人面临的挑战 包括毒瘾、同性恋恐惧症 以及在美国保守地区成长的经历 他还表达了对极右翼运动崛起的担忧 但也找到了学习语言的乐趣 作为心灵慰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陈峰报报道 前邻居演员和2000年代早期流行歌星霍利·瓦兰斯 在伦敦举办了一场为唐纳特朗普筹款的活动 据报道,为这位前美国总统的2024年白宫竞选 筹集了200万美元 票价最低为1万美元 夫妻晚餐票价则高达10万美元 这场晚宴被宣传为特朗普之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和他的未婚妻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金伯利·吉尔·弗伊尔的接待晚宴 地点在瓦兰斯与他的亿万富翁地产大亨丈夫 尼克·坎迪在切尔西的豪宅中举行 英国媒体报道称 超过100位嘉宾仅在活动开始 前一小时才被告知具体地点 而餐饮人员仅被告知 这是一次保守派筹款晚宴 瓦兰斯在活动中发表了讲话 他持有绿卡 因此可以在美国选举法律规定下 接受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捐款 尽管有这些限制 这场活动仍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活动 在美国之外最大的筹款活动 独立报报道 密歇根出生的歌手兼词曲作者 约翰·格兰特在伦敦一家咖啡馆 接受采访时 谈言担心人们不愿意再听他这个 自我厌恶的同性恋者谈论他的创伤 然而 格兰特不必担心 因为他细腻而直白地剖析个人生活和创伤的音乐风格 赢得了广泛的听众 这种坦诚是他2010年突破性的个人专辑 丹麦女王如此成功的部分原因 格兰特的新专辑 谎言的艺术 延续了这种忏悔风格 歌词充满了他个人斗争的细节和文学的宏大感 他在采访中谈到 尽管他在冰岛生活了十多年 但他始终关注着自己的故乡美国 并对特朗普的影响表示担忧 尤其是特朗普在鼓励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民族主义方面的作用 格兰特认为 创伤如同慢性疾病 需要终身应对 而特朗普的崛起让他重新面对过去的创伤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签署一项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该协议将承诺华盛顿向基辅提供广泛的军事援助 此举旨旨在加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斗力 并希望能超越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 即使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赢得11月的选举 也能继续支持乌克兰 尽管该协议不是条约 不会由国会批准 因此未来的总统仍有可能退出 但他将成为美国长期支持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框架 拜登将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5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 这些国家将协调如何执行各自的援助承诺 协议还承诺,如果乌克兰再次遭到攻击 美国将在24小时内与基辅进行高级别磋商 并继续训练乌克兰军队 深化防务工业合作并分享更多情报 美联社报道 参议院确认了新的能源监管者 延长了拜登对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委员会的控制 参议院批准了两名新的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成员 并计划最早在周四对第三名新成员进行投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 确认这三名提名人将使FIRCTH保持法定人数 并继续其为美国人提供负担得起 可靠安提全能源的使命 该委员会上个月通过了一项长期等待的规则 使传输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到电网变得更容易 这是拜登到2050年 在整个经济领域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面临环保组织、土地所有者和一些当选官员的长期反对 本周早些时候该机构批准了近80亿美元的三股管道项目的请求 已开始在西弗吉尼亚和弗吉尼亚州的崎岖山坡上输送天然气 南华早报报道称 尽管美国和大多数国际社会支持最新的加沙停火提案 但哈马斯以色列似乎都没有完全接受 本周哈马斯接受了大纲但要求进行修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争议该计划的某些方面 质疑以色列对美国所称的以色列提案的承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卡塔尔对记者表示 谈判将继续进行 但哈马斯提出了许多修改要求 其中一些是可行的 而另一些则不可行 哈马斯坚持认为 除非有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 否则不会释放剩余的人质 以色列大使吉拉德·埃尔丹表示 以色列将在谈判中要求哈马斯下台 因为继续让哈马斯统治加沙 将使加沙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两国之间的长期不信任 以及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强烈对比压力 可能会使停火努力复杂化 美联社报道 好莱坞的顶级明星正在排队支持乔·拜登 希望他们的支持能在11月的选举中产生影响 罗伯特·德尼罗在曼哈顿法院外 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喊 你们是黑帮 引发了一场现实与艺术模仿生活的争吵 除了德尼罗、乔治·克鲁尼和朱利亚·罗伯茨 也将在洛杉矶的一次拜登筹款活动中 与前总统奥巴马合作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也参与了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故事讲述工作 尽管有许多名人支持 但他们并不被认为能决定选票 更多的是被视为能够注入兴奋感 帮助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 其主要目标是找到真实且值得信赖的使者 来宣传总统的政策成就 并对共和党的极端主义发出警告 尽管如此 名人们的支持仍然被认为是激发选民参与的一种有效方式 多伦多新报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 以帮助其在战争中生存 这笔贷款将以俄罗斯被冻结的中央银行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作为担保 尽管具体细节仍在商讨中 但预计资金将在2024年底前到达基辅 大部分资金将由美国政府提供 并由大约3000亿美元被冻 借得俄罗斯资产的意外利润担保 欧洲联盟也有可能补充这笔资金 由于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复杂性 直接没收这些资产并转给乌克兰较为困难 因此欧洲联盟选择利用这些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意外利润 美国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名为 重建乌克兰经济繁荣与机会法案 Ripple Act的法律 允许拜登政府扣押在美的50亿美元 俄罗斯国家资产并用于乌克兰 法国官员表示500亿美元的贷款将于2024年年底前发放 目的是帮助乌克兰应对经济、能源等需求 以抵御俄罗斯的持续侵略 雅虎美国报道 6月19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标志着1865年联邦军队抵达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 告知该州25万名被奴役的人 他们已经获得自由 为了纪念奴隶制的结束 6月19号被称为六月节 并一直庆祝至今 1980年德克萨斯州首次将六月节定为周假日 直到2021年6月17日 拜登总统才正式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 六月节通常通过参加游行、组织教育活动、举办家庭聚会和烹饪传统食品来庆祝 为了纪念这一传统 许多企业、商店和服务机构在六月节当天关闭 以便员工庆祝节日 银行、邮局、学校和政府服务部门都将在六月节当天关闭 而像UPS和FedEx等快递服务则会正常运营 尽管一些全国连锁店如百思买和塔吉特等会开放 但建议提前致电确认当地商店和餐馆的营业时间 多伦多新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山与共和党议员会面 这是自2021年1月6日袭击事件以来的首次 尽管特朗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而面临联邦指控 并在一场不相关的封口费审判中被判有罪 但他仍然作为共和党的假定提名人回归 他成功清除了党内的批评者 吸引了曾经批凭他的议员加入他的竞选活动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 欢迎特朗普回归 并表示特朗普尊重权利的和平移交 特朗普计划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总部发表讲话 讨论其竞选活动的议题 包括大规模移民驱逐、减税等 前国会警察哈里登恩对此表示失望 认为这是共和党人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又一例证 尽管一些曾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已经离职 但现任共和党议员对他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表示乐观 并认为这将有助于他们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威廉王子在一次访问威尔士的活动中 透露了他头上的哈利·波特巴痕的由来 他表示这是一次高尔夫球事故造成的 让他不禁联想到哈利·波特的闪电型疤痕 与此同时 凯特王妃可能会在国王的年度生日游行中亮相 这是他自缺席最后一次阅兵彩排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凯特王妃在一封信中向埃尔兰卫队表示歉意 并表达了希望很快能代表他们的愿望 此外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也被排除在阅兵活动之外 他们正在为特朗普可能连任总统的情况制定应急计划 Toronto Star 报道 弗吉尼亚州的第五国会选区初选中 先任议员鲍勃·古德正在面对两面夹击 他不仅要对抗州参议员约翰·麦奎尔 还失去了前总统他得特朗普的支持 古德因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竞选总统 而惹恼了特朗普 尽管后来改为支持特朗普 但为时已晚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猛烈抨击古德 称其为弗吉尼亚的祸害 美国的祸害 麦奎尔则借机攻击古德是从不支持特朗普的人 并指责他背叛了特朗普 古德则指责麦奎尔是永远在寻找下一个职位的候选人 并认为大量的反对广告是竞选接近的唯一原因 纽约时报报道 西方盟国在如何处理冻结的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问题上 争论了两年后 G7领导人即将宣布一个妥协方案 欧洲领导人担心 直接没收这些资产会违反国际法 因此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个 使用这些资产产生的利息 来支持乌克兰贷款的计划 该贷款可能高达500亿美元 将由俄罗斯资金产生的利润逐步偿还 领导人还将讨论如何阻止中国 通过出售居民两用微电子产品和其他设备 来支持俄罗斯重建军队 拜登政府昨天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 旨在阻止中国帮助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 与此同时 乌克兰计划拍卖约20家国有企业 以筹集战争资金并帮助经济复苏 纽约时报在中国的后院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谦逊的超级大国中指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过去美国以自信的安全保障者形象出现 但如今它更愿意成为一个军事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积极伙伴 美国与澳大利亚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艇 与韩国共同参与核武器规划 与印度共同生产战斗机引擎 还与小型太平洋岛屿分享海上监视任务 美国与日本合作增加进攻性打击能力 并测试新的安全通信系统 与盟友共同生产火炮 确保地区医院在冲突时的血液供应 这些合作反映了该地区对中国的看法 许多国家担心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咄咄逼人的态度 对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信心也在减弱 纽约时报在《受伤的西方领导人》 在意大利聚集讨论动荡的世界中 描述了GCIV会议的背景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将于周四在亚德里亚海边的豪华度假酒店 召集G7国家领导人 尽管他自己情况交好 但其他领导人都面临着选举、丑闻或影响力下降的困境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即将迎来可能失去权力的选举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因为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而解散 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选举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也面临类似的政治挑战 特鲁多对欧洲和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表示担忧 认为这些力量在民主国家中不断上升 CNN在GCV领导人在意大利聚集 逃避国内政治危机中 详细报道了此次GC峰会的背景和议程 几乎所有与会领导人都因选举、丑闻或影响力下降 而在国内处于弱势 这使得此次峰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遭遇极右翼的重大选举失败后 解散了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选举 英国首相苏纳克尔也面临即将失去权力的选举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 都在国内面临各种政治挑战 此次峰会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 应对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以及移民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出席会议 并与拜登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 与会领导人正在敲定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的计划 以重建其被摧毁的基础设施 这些资金将由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来资助 此次峰会的背景使领导层可能发生变动 增加了会议的紧迫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